好 我們看到今天 所謂的耀正義三兄弟 他們自己自封的 就是說他們今天 開了一個記者會 包括了邱毅 現在他也提出來說 之前查IDCC怎麼查得 好像沒有下文 結果他們現在查 IDCC在立法院 因為之前網路上有人講說 好像是從 黃國書立委辦公室的助理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 IDCC的帳號使用者 接著他就追查到了一個 現在是他的前助理 叫做湯文欣的 原來他是一個 南風整合行銷股份 有限公司的董事 他是董事 那裡有什麼關係 但是這個南風 他原來跟民進黨 其實是有在做生意的 為什麼 我們看到他的代表人 叫葉振興 他們說葉振興 是跟洪耀福是好朋友 他們曾經簽署過一個協議書 就是看到這裡 南風整合行銷跟民主進步黨 底下其實簽名的人 還有負責人是蔡英文 當時的黨主席 他們做了一些什麼事 他們做了一些公關策略 包括了各種網路訊息的會者 網路羽情的建立 還有網路訊息謠言處理SOP 然後蒐集各國資訊安全 強化機制資料等等 跟楊慧如的公司做的事滿像 因為之前那時候 楊慧如那時候 那公司不是好像也是負責的 業務範圍就是所謂的什麼 羽情蒐集 然後包括什麼網路的什麼之類的 訊息的收集會整 其實都是用這樣的詞彙 就是差不多這個意思 所以原來還除了有 楊慧如的公司之外 另外還有這一家叫做 南風整合行銷公司 這個公司看起來就是 楊慧如之外的別家公司 對 現在大家就是這些立委 這些他們今天開的記者會 就好奇說 會不會這IDCC這個湯文心 其實跟民進黨中央 跟洪耀福這邊切上線 洪耀福現在是做什麼 他是在幫蔡總統 打選戰的一枚大將 是 秘書長 然後還有說陳永章 也是可以跟黃崇燕 直接聯絡的 發Email聯絡的 是他的愛將等等 所以這個關係就一下子 就看到說這個基本上 就是一個所謂的 是不是網軍的一個操作 那韓正宜今天就直接 在這個記者會當中直指 這個網軍的上線一查 這樣子的話 不就是代表是蔡英文嗎 因為你跟人家簽約 結果名字在上面 換句話說看起來 是不是就是 網軍的頭子就是蔡英文 可以這樣說嗎 敬平 我要先講 今天早上的這個記者會 也辛苦他們把這個網路 還有這個人際的關係 把他千絲萬縷的抽屍破檢 整理出來 這個洪耀福跟葉振興的關係 我要先講 因為葉振興我跟他不熟 但是我知道 這個我聽過 因為我跟洪耀福的弟弟 洪耀南 我都叫他耀南哥 跟他比較熟 對不起 然後有一兩年沒聯絡了 但是我知道耀南哥 他本身就有一兩家民調公司 還有手底下有一兩家公關公司 然後葉振興的確是 洪耀南的好朋友 然後洪耀南是洪耀福的弟弟 親兄弟 那就不用我多說了 而這個是在洪耀福以前 當民進黨秘書長的時候 現在民進黨秘書長不是洪耀福 他跑去幫蔡英文 在他的競選總部裡面 是他鷹派的大將 除了這個檯面上的陳明文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甚至蔡英文聽說 對洪耀福的信任超過陳明文 然後陳永章 他是現在的民進黨的中央 跟新聞語情宣傳部裡面 他是負責新聞跟語情的 他以前的上司 頂頭上司老闆就是洪耀福 的確剛剛疫情年裡提到說 陳永章他是直接可以發Email 給蔡英文的總統府發言 黃崇燕 的確他們也是這樣的關係 不要說直接發Email 是LINE都有 直接LINE也有 所以黃崇燕的確 以前有人說陳永章 就是黃崇燕的愛將 但是我介紹完 這整個是屬於民進黨中央 跟之前他們整個關係 跟現在IDC有什麼關聯 招就招在 現在被查出來 因為上次楊慧如 卡成楊慧如跟他的所謂的 下線 蔡福明 什麼什麼 基隆組 福祖 特別組那些 不是都查出來 我們不是要一直呼籲說 應該要查他的上線 網上查他的消息來源 他的狀況 他的資金 當然有些資金和人際網絡 我們知道有張嘉玲那些人 對不對 還有蔡英文另外一個 他隨行的朱才慶跟張嘉玲 跟楊慧如都是這麼熟人 但現在真正查到IDC的 才發現說 竟然是民進黨 現在正在選舉的台中市的選區 立法委員黃國書 他的立法院的辦公室 現在已經離職了 之前的助理湯文欣 IDC不是楊慧如跟楊慧如下線 蔡福明在用嗎 怎麼也會 王子也會追查到 就設在立法院內 就在中興大樓 就在黃國書的辦公室內 而且就是變成 他的前助理湯文欣在使用 而湯文欣又是剛好 南風整合行銷公司 我以前聽洪耀蘭他們有講說 要跟他們說南風整合行銷公司 跟這家 就這個葉勝欣 他代表人董事長這樣 他們之前就跟綠營有很多的合作 包括幫綠營的明代 和他們一些縣市首長 綠營執政的 會去遞一些案子 就是辦活動 會繼續投標 幾乎機率都滿高的 這個都很 因為好朋友 這當然 是不是這樣的關係我不知道 他們一定會說這是公開招標 黃國書 竟然他的助理湯文欣 又是南風整合行銷公司的人 然後又是在他裡面用IDCC的 然後再加上跟他們現在 所謂的楊慧如網軍 他們IDCC的帳號是如初一側 等於同一個IP位置 同一個這樣 難怪當時呼籲檢調說 不要只查到楊慧如 跟他的所謂下限 就變成一個斷點 你要往上查 雖然現在檢調 剛剛原汁花了很多時間去說明 這個檢調可能在整理 人家已經叫做還沒辦 當然現在不能辦 剩下十幾天 你就不能體諒一下 檢調跟司法單位 他們要忍一忍 要委屈求全 否則萬一這個押錯保的話 1月12號開始 監察院那些委員就磨刀霍霍 那不就慘了嗎 所以檢調不辦 這些之前的立法委員 他們就來辦 來追 不能說來辦 他們有權利他們去追 追出來才發現 為什麼檢調不辦的原因 大家一目瞭然了 真的查到了立法院裡面 這些民進黨的立法院 然後又查到了民進黨中央 又查到跟蔡英文總統府 這些的關聯性 所以當時蔡英文不是說來說 不要無限上綱 張嘉玲我是認識 然後就這樣稀里呼嚕帶過去 可是現在才發現 不是只有張嘉玲跟朱才慶 都成為了1450或楊慧如門 而是這些人 才是真正的1450 是躲在真正的台面底下 Undertable 現在被追查出來 原來這些網軍 他們難怪他們是慣用的方式 就是用網軍開始 像剛剛我們前面上一趴 所講的醫師 專業人士 侵律學者或是侵律專家 什麼各個領域 反正這樣看起來有點公信力 政治立場又不鮮明 反正就是不管是用假帳號或證明 反正現在網路上帶風向 帶風向出來之後 綠媒看到了就是這個引用 然後引用了之後 綠媒報導了 再由綠營的名義代表 議員 立法委員再開始PPP 然後再開始大肆的去做 然後再開記者會 就這樣子一貫的方式 不管是錯過這樣的 國內這樣操作模式 或是出口轉內銷 弄到了國外去 由國外媒體報導 再由國外媒體報導回來 國內媒體跟著報導國外媒體 就是這樣子 只要有一個目的 我只要黑韓就對了 我只要打擊韓國瑜就對了 我管他事實是什麼 反正把韓國瑜是一個草包的形象 拉下來 韓國瑜很爛 很髒 很噁心 就把他拉下來就對了 我管他後面什麼 反正網路上已經一片畫藍 大家都已經攻擊成風了 這個就是他們操作模式 但是現在查出來這些網軍 原來是你們自己人 你們還說沒關聯 你們還說不要無線上綱 沒想到不是在你們的辦公室 就是你們自己人 還有這些公司跟民進黨之前 2017年 18年還有簽這個約合作 難怪人家說 果然國家機器可以用之外 還可以動用這些網軍 而且搞不好用國家資源 用公費的錢去養這些人 當然民進黨現在很有錢 可以養得起 這些大批大批的網軍 不只是楊慧如這種個體戶 公司戶 就要靠民進黨裝這種大戶了 也難怪人家說 現在打選戰 你預言靠什麼 抹紅跟網紅 還有一個網軍 國民黨跟藍營和韓國瑜是什麼 還真的沒有 就一路挨打 所以這是一場不公平的選舉 因為剛剛講的臉書都綠了 都不公正 所以打下你就知道 韓國瑜是在跟整個中華民國 整個國家對抗 偏偏這個政府 這個組織 還不承認這個政府 這個組織跟這個國家 還一直用這個來形容 而且靜民 剛剛你沒提到 馬上你說湯文心 到底是不是跟這事情整個有關係 其實這不是重點 但是黃國書要強調 他說湯文心 你2017年就已經離職 因為他是做到 2017年的12月31號 這是黃國書強調的 然後他就說 蘇起承案是發生在2018年 他辦公室的同仁 也沒有針對大阪案 有任何網軍的行動 然後下午還要到 台中地檢署提告 他特別強調這一點 可是問題是 湯文心的另外一個身分 他還是在南風的董事 你要不要說明 他的跟南風整個 行銷公司的關係 然後南風你知道他簽這個合約 特別看了一下 他是簽約日到2018年11月30號 11月30號 大阪那事情是9月的事 所以那還是在服務的時間範圍之內 所以這個東西你說要切割的話 那可能恐怕不是只有說 湯文心2017年就已經離職 這樣就可以交代完畢的 是不是還有許多的疑點 恐怕還要再進一步的釐清 否則的話到底是不是可能 還是會被指為 這就是一個網軍系統性的操作 而且就跟你民進黨的高層有關 甚至直指到 民進黨的黨主席蔡英文 那時候當黨主席的蔡英文身上 這點原質 是不是有必要 要好好的再說清楚 我覺得蔡英文當然必要 說明清楚 我覺得第一個 黃國書其實也沒有解釋什麼 他只有解釋說 2017年之後湯文心離職 離職就是離開了公職助理 這樣身分而已 什麼叫公費助理 公費助理就是 他的薪水是由立法院 直接撥給他的 這個叫做公費助理 但是其實立法委員 還有很多是那種 不是公費助理的助理 有的是叫做便當助理 就是他不領公費的 他不領立法院的錢 但是他還是要有這個助理的身分 他有了這個身分之後 他可以方便他去整合一些資源 做一些他個人的事業等等 現在大家質疑的 不是說湯文心有沒有 掛你的公費助理 而是說他在你的辦公室 在那邊上網 用同一個IP 這才是被大家抓到 你跟IDCC這個事件 連結的關聯 人家當初 當初為什麼黃國書會被扯進來 就是被抓到說 為什麼跟IDCC上佔一個IP 跟黃國書立法院上IP 是同一個 這樣子才連上關係的 所以我合理的懷疑 湯文心即便是他沒有當公費助理 他有沒有去你的辦公室 有沒有繼續在幫你做事 這是第一個質疑 第二個是說 現在大家已經不用再去撇清說 楊慧如跟民進黨沒關 楊慧如就是跟民進黨有關 今天就是更多一個證據而已 今天的證據是更直接告訴大家說 楊慧如或者是南豐這個事業 這個公司不只是跟民進黨有關 跟蔡英文都有關了 因為是蔡英文 直接就出現在那個合約書上面 然後是民進黨直接委託這家公司 去做網軍的操作 而這家公司又有去接攻標案 所以現在大家質疑的是說 你在幫民進黨打網軍的時候 你同時你又跟攻標案 你又跟公家拿錢 你有沒有左手跟公家拿錢 右手在幫民進黨操作網軍 這樣的事情 所以民進黨你到底不用再撇清 我覺得這事情非常清楚 然後第二個我要解釋一下 我跟大家講這個輿情的標案 最容易做手腳 為什麼 一般正常 有志哥他也常常去 我不知道有沒有去標公標案 我剛剛才標 有上嗎 剛剛又輸了 又輸了是不是 很正常 你們高雄這個韓國語實在是 太公平了是不是 我剛剛就是因為要遲到一個小時 我要講的是說很多案子 就是那種很明顯的標地物 比如說你花5萬塊 去標一個記者會 我隨便亂講 金額隨便亂講 記者會半碗5萬塊拿走 這是很清楚 但是輿情是怎樣 輿情是他一個很大的公標案 像農委會1450萬 裡面有什麼項目 你要養人 然後你要比如說做圖 你要貼文 你要拍影片等等 請問一下 你拿什麼東西去核銷 你如果是拿 每一個人的月薪去核銷 我想質問一下 你花1450 1450萬 去聘的這個人 他付的網路小編 他同時在幫農委會做事的時候 請問一下 他有沒有在網路上面去攻擊 其他民進黨想要攻擊的人 同樣的道理 這一家網路公司 他接了公標案 他假設接了公標案 公標案付錢給他 讓他去養小編 這些小編到底在做什麼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他做什麼 他只要能夠把合約裡面的一些 貼文的數量達到就好 其他時間 他很可能都在當1450 都在網軍上面 都在攻擊民進黨要他攻擊的人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等一下他會一直質疑 網軍你到底是不是 左手拿錢 右手打擊人家的工具 重點在這裡 所以華郭書你剛剛講什麼 我覺得真的是很難說服人 所以說到終於就好 好友們 我回家 關心 親燈 親燈 親燈